不多说了 回到这来 接着我们翻过来 五十四页 还是围绕这个来 那么当然这个儒家强调的无为 跟当家强调的无为 在基礼上 在所讲的这个程度上 是有很大大点 接着这一条呢 就是我觉得儒家所强调 或者孔子强调的政治区分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区分 就是不同的这个政治运作 原则这个区分 非常突然的一个 子曰 导致以政 其之以行 民免而不持 这个道徒乘导 用政治来引导 用政治权力来引导 用刑法来约束 其结果呢 是老百姓苟免于惩罚 而无羞耻之心 就没有内在的一个 指的机制 导致以德 其之以礼 有持且格 用德来引导 用礼来约束 礼跟行的不同 是行进于已然之后 这事已经发生了 然后去禁止它 去承担 对吧 那么礼禁止一味然之心 礼的作用一定是在 人还没有这么做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这种约束 在习惯上了 习惯上的约束 所以用道德 用鼓励 用某种道德上的引领 或者价值上的引领 那么同时用礼在预先 从风俗角度来做出 正确的约束 其结果是 由此解格 这个格呢 由柱子提供了两种解释 柱子是非常习惯于把格解成质 这是跟他解这个格物之之 那个格式一致 但是柱子也知道 这个格子呢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解释 这个解释就是正 特别简洁的解释 我倒觉得这个地方 这个格啊 解释成正就可以了 老百姓既有羞耻之心 又能够规矩